图,博光寺创建于北魏孝人第十期,隋唐之计,已是舞台铭唱,博光寺这个寺明屡建于各种史书记载,公元845年,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,发动灭法运动,佛教界称为趁会昌法南,寺内除几座木塔外,其余全部被毁。 公元857年,也就是唐代大中十一年,京都女帝子宁公寓,和高僧院城主持重建佛光寺,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、壁画等,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、图。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,就称为紫禁城,位于北京中州县的中心,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。 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,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,有大小宫殿70多座,房屋9000余间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,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。 北京故宫于明城组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,以南京故宫蔚蓝本营建,到永乐18年1420年建成。 北京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。 图,都江燕是世界文化遗产,是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,是树郡太守礼宾父子。 在前任别林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,由分水于嘴、飞沙燕、宝瓶口等部分组成,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, 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汉丛人,卧夜千里的天府之国,至今挂区已达三十余县市,面积近千万亩,是全世界迄今为止,年代最久,唯一留存,仍在一直使用, 以无霸银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。 图,布达拉宫,坐落于于中国西藏自治区,的首普拉萨市区西北马布日山上,是世界上海拔最高,即宫殿、城堡和寺院,于一体的宏伟建筑,也是西藏最庞大、最完整的古代宫宝建筑群。 主体建筑分为白宫和红宫两部分,宫殿高二百余米,外观十三层,内卫九层。 布达拉宫前辟有布达拉宫广场,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广场,最初为土藩王朝赞普松赞干部为营取始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。 图,释迦塔全称佛公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硕州市,应县城西北佛公寺内,俗称应县木塔,建于辽清宁二年宋志和三年公元,1056年,金明昌六年南宋庆元,一年公元1195年,增修完毕,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,于意大利比萨斜塔,巴黎埃菲尔铁塔,并称世界三大喜塔。 释迦塔塔高67.31米,低层直径30.27米,呈平面八角形,全塔耗材红松木料3000立方米,2600多吨,纯木结构,无丁无毛。